大世界像舞台 我亦可畅游异国 风景看尽至今生 为何在宇宙外独猴 花生游 不爱出走 出游沟鬼头 窮游 也风流 回到窮游也风流 上一集是讲秘佬 但事实上上一集的嘉宾 是意犹未尽的 是有下集的 但今集是不是下集呢 很可惜不是 因为你放了污囊 Kanis 有讲其他地方 秘佬很大 很值得讲的 有沙漠中的绿洲 亦有Neskalai 所以Neskalai是什么意思呢 很可能是外星人留下的恶作剧 第二集是很精彩的 但我们就放了污囊 錄了一集 但第二、三集 可惜 因为我们没有入卡 所以錄不到 原本今天 我们约了Kanis 上来的 很可惜 因为她病了 眷勤一站 我们也不可以停的 我们也不可以停的 我们也有信心 都要开麦 今天录 今天出 那节目就非常新鲜 先讲回我们的节目 其实有很多听众 越来越多听众就来信了 就是PM我们 开始对我们的节目有些要求 好事来的 有要求是好事来的 鞭策一下 是啊 那 那 就讀一讀 一些听众的 PM 好了 有一位 Julian Khan 他就说 哎 本人就是花生投下听众 主要 原本就是炮打司令部的粉丝 由于小弟也是一个 不吃饭都要去旅行的人 最近又看到这个 窮游也风流的Facebook 可以重温一些 从前的片段 哇 这个真是好 證明我们这个Page 开始发挥到功效了 因为很多人就说 我们Facebook 我们那个台 花生台 主要是政治节目为主的 那 你要 就是 独立一个节目 站出来 就是一个品牌 去打 就是 重点地去打 其实你的Page 你是给别人重温 我们以前的节目 那是好事来的 那开始我们 都 有些人留意到 慢慢再读回 当听到 2015年 就十二月 即是三个月之前 有一集 巴以干半岛上下篇的时候 就令他很兴奋了 因为巴以干半岛 这个地区 其实有很多 难以形容的美丽 绝对值得大家 去花两个星期的时间 去亲身感受和经历 这位哥哥 就是 一家人 就去了 巴以干半岛 就被他吸引了 那 这个旅行 就主要是 游览克罗地亚 以及最南边的 Dubinic 就是 那个沙滩 就是很多沙滩的地方 那 沿岸岸线 即是 玩到上去 Wujin 其中呢 就去了当地的Local Tour 就分别去了 黑山 波利 波斯尼亚 以及十六湖 國家公园 那 就说回节目的内容 那 他就认为 这两集的节目 他介绍整个巴以干半岛 实在不能够 道出他的真谛 那 特别是 克罗地亚 综合的经历 就说 相信克罗地亚 只是 克罗地亚 留意 已经可以用 一整集三节的时间 去讲 去介绍 那 如果节目 未来有其他机会 去长谈 克罗地亚 那 这位 Julian Hing 可以去慢慢细谈 那 那 就 我们都回应 其实 就 我们的节目 就不是说 developed了很久 起码 我们差不多 半年 所以 都算是 因为 我们的节目 其实 历史比较短 初期来说 我们都暂时 不会 prefer 暂时 其实我们心理上 就不 prefer repeat 我们之前的 content 所谓 content 就是地方 但是 巴爾幹半岛 这两集 坦白说 我觉得做得一样 嗯 我也说 我也想找些机会 补充 哈哈 因为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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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仔细 那我觉得 都可以去 讲一讲的 其实都可以 那 Hallman 你是不是有些东西 我想是这样的 那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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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样东西 一至十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如果那一集 都是讲一至十 那些地方 是没有必要再上来的 是的 但是我会这样看 那可能第一集 是有 一二三的元素 那如果第二位嘉宾 他是可以讲到 四五六七八九的元素 那 其实我觉得 去重复第二集 是没问题的 那我想这个 是我们主持人 需要去跟嘉宾去沟通 和去做节目的时候 去令到 那个 出到的是 四五六七八 那我就不太想 就是 如果有嘉宾 上来帮了我们 我们这样去 那一集不好 因为那一集不好 就不是嘉宾有问题 是所有人 有参与那一集 都有问题 所以我是这样看 OK 其实 巴以降半岛 主要是分两部 第一部 其实是 比较开心点的 就是这个 如果大家还记得 斯洛文尼亚 我是很喜欢的 其实是 接着就是这个 克罗地亚 都是比较开心的 就是比较沉重的地方 当然是 波利维亚 薩拉烏窩 波利维亚 不是 波斯尼亚 不是 波斯尼亚 就是 黑山也好些 但是 你说 塞尔维亚 那些地方 当然是 沉重很多 是不是 那 那 刚才听到这位 Julian King 主要是想说 克罗地亚 印象中 我记得 克罗地亚 好像说了一截 那 确实 我都觉得 应该是 很多事值得去说 因为克罗地亚 这个国家 是很长的 那 你花了时间 去 transport 的时候 你去到第一点 很难再回去 后面 其实 你会 会有点麻烦 所以 我觉得 都有些事值得去说 Julian King 我刚刚 PM了 其实 都试下 下个星期 上来说一说 哪里我们都可以说一说 那 我觉得 其实 尤其是 现在 我们 那个 节目 其实 我们刚才都商量过 要找多些嘉宾 要找多些 要充实 所以 如果 有很多朋友 去完那个地方 觉得很精彩 很想分享 很想分享 我觉得 是 我觉得 是要给大家 大家 去说说 上来 还有我们这个节目 比较开放 是不是 如果你说 有听众 很有兴趣 去分享 欢迎大家 上来 阿B女 你自己 除了 我们这个节目 接受其他朋友 上来之外 有些人 都找你 出去演讲 是不是 是啊 很神奇 做了一个城内的名人 被邀約上去大学 是啊 其实是教院 教院 是的 大型的学府 终于上去了 是啊 刚刚很新鲜的事 刚刚星期五的事 是的 那就是一个 有一个部门 是专讲curriculum 是的 那是课程的 是的 会关于旅行事呢 嗯 因为它里面 就有一个miner的program 就是关于 跟通识有些关系的 主要就是想 去给一些学生体验一下 究竟 一个人亲身站出来 讲自己的生命故事的时候 是有些什么content 还有用什么感情来讲出来 嗯 挺有趣的 其实是生命故事的 其实它的主题 就不是旅游的 不是的 是生命故事 没错 只不过旅游是生命故事的其中一部分 而是发生的地方 不是在你平时住的地方一样 所以就变成是 適合它们的题目的原因 是的 挺有趣的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只不过 每一课 其实它会邀请不同的 guest speaker上去 我刚刚说旅游 我听闻 其余那些 可能是 死过翻山 然后就说 例如有一些 是做街头表演的 哦 其实是每个嘉宾的角色 都不同 我刚刚就说 我去伊朗的经历 就是看中了这个 就是朋友就是说 听过你的一集 就觉得很值得去分享 是的 特别是你去伊朗 不止以一个 你有一个游人的身份 也是一个情人的身份 是的 游人变情 所以这部分生命故事 是挺吸引的 这个生命故事 就是说到我被那些学生 搞得我哭了出来 挺真情流露 是的 你知道 我开始 那些学生 那些学生都陪伴一起哭 这个问题 我很好 坐在最前面那些 遮的紙巾給我 你不要哭 你有没有录影的 有没有录影的 没有啊 有什么搞错 下个社会 下个社会 我也有机会再给你 不是啊 你要跟这个 可能我会有兴趣 知道 其实是 你哭那一刻的情感是什么 首先我要说 重新投入那段爱情的故事 不是 我先铺牌 话说那些学生 就是 我们用了我们节目的名字 做那个 刚刚那一集 不是那一集 那一课的题目 就是说窮游也风流 那些学生 意识上 就会觉得 这一集是说旅行的 但是他们是完全 不是这样风流的 是的 但是他们是完全不知道 我这个嘉宾 是会说伊朗 亦都不会知道 我在伊朗里面 发生什么事 他纯粹就是 过来上课 就是我想听旅行的东西 哦 最后就发现 我带进去的话题 就是我在这里说伊朗 是的 我开始一说伊朗 其实他们都很着弱 因为大家都不熟悉 他们有很多 很期待吗 这个地方是 他们觉得真的很神秘 当然是期待 不期待我们不把他 放在这个地方 做第一集把香的头炮 相对来说 我觉得这个北韩会神秘一点 始终伊朗开放过北韩 是不是 那倒是 如果你说北韩 就是和别人谈分轮隔 你会觉得很难想像 是的 是的 随便 总之 一开始就讲一下伊朗 那些 有些少少旅游的攻略 介绍一下这些地方是怎么样 听众有兴趣 应该要听第一集 如果你没有听的话 第一集 最经典的 是的 最多东西 我发现最多东西 就说 其实我都在他们的家庭生活过 于是乎 就带了 博士王子和他家的照片出来 然后他们一看到 哇 这个是谁 就真的很英俊 很英俊 姐姐很英俊 怎样你们可以一起住 然后就开始了 我讲我的故事 为什么可以一起住 我想是很多人对这个旅行 一种似乎 就是说 要很好计算的 住的地方 行程那些东西 都要很固定的 没有办法 就不用自己出发了 我想现在可能就是说 为什么大学生这么压抑 为什么很多人说要自杀 其实就是因为太好计算 我觉得是 是啊 没有了自己 就是人生就是很多东西 就是随意的 就是随意来说 找到乐趣 找到一些刺激 对不对 但是你说 每次都计算了 你不会想像到 跟一个当地的 一个波士王子 是可以住在一起 其实你是错了很多 这些缘分 是啊 是啊 就是要我有这种特性的人才会遇到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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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回感情 就是 爆哭位在哪里呢 爆哭位 就是说一说 男女的关系 一些亲密关系 那些女同学 原本都很眼睡 就醒了 说爱情啊醒啊醒啊 就当我是素黑 当我是爱情专家 哈哈哈 那你功力我也高 我数黑 哈哈哈 是啊 接着呢 就开始 哇 就当我是爱情专家 就在问 就是 看看你们怎么会散掉的 接着就问 他怎么跟你说 令到你们散掉 你没有提一提呢 我就是 中间插在你的Facebook 哈哈哈 我又没有提到 好像没有时间 所以说话三个小时 但我发现我真的没有时间 说完全部的 我说话三个小时 是啊 放了十分钟 我觉得是会 是难的 第一件事你不是说 一样东西 你这样说 我们说伊朗那集 我们都说了一个多小时 你只说伊朗里面的东西 然后你也要 等我一下 两集 两集 有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当然有 但问题你现在不只是说伊朗 在伊朗里面再穿插回去 说人生故事的时候 你要有什么感情 有什么角度 演绎的方法是怎样的 跟人溝通 就是人家要怎么去理解这件事 原来很高充的 站出来说三个小时 那些Time Manage 全部人真的要很重要 唉 但我们做不到你哭 这个我们要反省一下 你没有 我们不够催 你们个个人这么帅 我哭不出 我才会笑的 哈哈哈 那些学生 都不像你们那样 勾引人家的泪水 其实可能是 我们都可以试一下 我现在是笑到哭了 你也说是女生 女生问你 女生有女生的同理心 对啊 女生有同理心 就是那个女学生 她刚刚坐在最前排 就是那个吹柯 她代入到 是代入到 她就这样 趴在桌上 托着膝 她就直接看着我 因为我们只是坐在前面 她就问我 她说了些什么 在分手的时候 对啊 我说出来的时候 哇 我就不停飙眼泪 真的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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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会吓到那些学生 永远都是勾人泪水的位置 分手说些什么 分手做些什么 我们就不停飙了 第一集竟然不问这些事情 你们男人 搞到她没有 爆哭米了 你们男人 男女 你不停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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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眼睛都收了 男人是不会问这些事情的 对啊 我一直哭一路说出来 然后她就不会说 真的很有趣 她好像跟我聊天 好像当我一个姐姐 然后她就说 她这么坏啊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好可爱的 然后呢 那她说这么坏 你们有没有讨论过 在那个环境之下 波斯王子要说些什么 才可以不坏 我呢 就 我也有跟他们分析 其实这个talk 除了讲旅游 我这次故事之外 其实还讲了一些人生观 我会说 就是因为这件事 令到我有个看法 就是 要看就要更全面 不是说 她现在扔下你了 我现在好像在说爱情 我就好像一心 只是单方向就觉得 我是一个很惨的人 我是一个悲剧的主角 我现在被人飞了 可能正常人 一开始一定是这样 自己抽不到出来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件事 令到我之后 遇到什么事 我是很宏观去看完整件事 就是会看她的角色 是在做什么 我也是什么 附近还有什么人 都加入了这个故事 在这构造整个结局出来 当你看完整个画面 其实你会舒服很多 所以是由旅游 去到爱情 由爱情 去到讲到 人生故事演绎的方法 然后再讲一下 这件事 怎样影响你人生观 是啊 所以那些人 现在常常说 你什么都没所谓 就这样说我 如果你那个位 你抽不到出来 可能你就会做傻事 是啊 那个位置很重要 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们经常看一套 很好看的电视剧 尤其是比较长的 就是三十集 你追剧 你追韩剧也好 追美剧也好 是不是 你结局完了之后 哇 大哥 就是我平时 我草开这个日 就是习惯去追这个剧 之后怎样呢 是不是 就是你会很空虚 那位置很空虚 就是你又未知 会想起一边去自杀 没得看完 但是你投入了很多时间 感情 那你之后会怎样呢 就是你突然间有空白位 就是你人生又会 你不知道怎样补白 是啊 你怎样充实 是啊 那可不可以讲第一回合 这个人生故事演绎的方法 应该用什么态度 用什么感情 用什么角度 那怎样呢 这件事都说完了 是不是有个导师 会跟你去分析 人生的故事 演绎会怎样 話说我真的 我真的招爆三个小时 原本有些互动位 很Q&A 都分10分钟Q&A 不过说真一句 教员一些学生 比较内念一些 其实我看得出 他们也好 很多东西想知道 但又不敢问 是的 还有 如果一问 就只是问 你有什么秘密 哈哈哈哈 你会不会报告的 但不是去到 课程本身想做到目标 做到目标 要讲人生故事 如何演绎 那怎么样 有没有这个部分 还是 因为你的内容 已经是太吸引了 所以只是讲伊朗 讲你的爱情 如何影响你人生观 已经是没有去讲 再抽一个角度 再抽出来看 其实人生故事 应该如何演绎 其实呢 我也有讲过 因为 导师 他最后 怎么都要做一下功课 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在原场之前 就问了 想看我怎么回答 和看学生怎么回答 他就说 现在这么多孩子 都跳楼自杀 就问我 你怎么用你去 因为这次伊朗的经历 去看回 现在的孩子 面对压力的情况呢 他就问我 因为他们始终是教员 一定是要跟教育这些东西有关 好像说到你在伊朗打一场仗 也是一场爱情战争 而且说到我是一个人生教练 你在伊朗 你是打一场世代之争 我记得你那时候说 你跟他爷爷 阿公 阿公 相处得不太好 我说到阿公 我有展示到那张照片 给学生看 他们都觉得 哇 这个样子这么恶 整个希迪拉 然后他们就会明白 他们笑完之后就明白 怪不得知 是啊 这个又是 如何处理长辈的关系 问题 人生就是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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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回答呢 哎 我回答呢 比较离了地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跟我现在做的事有关 那我回答呢 我就直接回答了 我想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忘记了自己是谁 是不是离了地 你们都皺了眉头 是啊 是啊 我明白的 是啊 有很多环境影响了你去做那样东西 做那样东西 然后所有东西 好像你被人控制住 我觉得就是 这件事 我最近也有点心思 其实 有很多人就说 香港呢 你年轻人 现在这一代 跟我们那一代是很不同的 嗯 第一就是说 你现在年轻人是少很多的 就是你说 你只是考公开试 考DSE 那你现在多少人考 你知不知道一届多少人考 七万多 但我们当年呢 我们考会考多少人去考 多少啊 十四万左右 嗯 你少了一半 那就是以前 喂 我们那一代啊 有什么 職勤啊 就是你读五段诗 有職勤啊 做三行啊 什么什么 但是现在个个都入大学的 只有这条路而已 狹窄之如形 很单一 那变了现在这一代 叫做第四代的香港人呢 就个个好像复制人 是啊 那所以你说 你找不到自己 没有了自己的 真是 其实是正常的 因为个个都是朝同一条路去走的嘛 嗯 都是做白领的嘛 是不是 那变了就是说 呃 而且你又很忙的 喂 个个都逼你去 就是 有补习啊 是不是 有兴趣班啊 有兴趣班 但是你找不到自己的兴趣 你找不到自己 你迷失了自己 嗯 就是你连 就是 你自己去 哇 自由去游力的地方 的机会都没有的 那 但是你又 放这么多资源下去 就是你其实是 你究竟是为谁而活呢 就是 没错啊 就是我那天都跟学生都是这样说 是 我都跟他们说 哎 你想想你是为谁而活呢 那我 教他们怎样去认识自己 就是要由 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 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你又 你知道自己身体是什么 推瑜伽 哎呀 什么呀 你说什么 你推瑜伽 他说瑜伽就是认识自己的身体 哈哈 你说上次 我认识自己的身体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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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也是的 还有他们在问我 因为是 因为如果我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跟普通失戀和普通结婚有点不同 已经没有那么普通 有长期的元素在 是的 还有加上一些文化冲突的元素在 但是我想说 现在长期的 香港搞长期的 那机会是越来越多 因为其实 很多啊 你就是说大学 入境交易学生 其实是越来越多 但是 而比较频繁的 都不是说跟外国 那样 其实是 内地的学生来香港 反而是更加多 你那时候也是长期的 不是这种 不是这种 但是你大陆来的 是不是 就是 跟香港 其实是越来越多 其实是 多的 而且越来越容易 长期的 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难 其中一个原因 也因为有WhatsApp WhatsApp也有Emoji 相对 然后可以传送 也可以传送 录音 相对地是比以前 就是当资料沟通 是比较贵 和比较只能够用纯文字 是容易维维到感情的 是的 这个是真的 是的 那又没有那么远 起碼我们 就是06年毕业 我是 那时候还有ICQ 还没有代溝 你说这种东西 对 那时候 你还没有代溝 还没有代溝 都还没有代溝 是的 但是 你是不是这样 Test和你拿着电话 都不同 那又不同 针它加在Emoji 是不同的 而且现在多了Working holiday 他们可以靠Working holiday 去维细 一起去玩 我发现很多都是这样 是的 所以是Classic 你讲Long Day 其实这种东西 其实是有很大发挥空间的 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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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节讲完了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集 不是 真的讲完了吗 是不是讲完了 你还没有什么 还有没有什么元素 想加进去 还有什么元素 还有什么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少少分享 他们这个program 就是我说教园 他现在邀请我上 做speaker的program 他会邀请住在大埔的长者 免费去上课 嗯 嗯 是一个社区责任 挺好 所以我去讲这个talk的时候 其实有几个都是长者 很多问题问 他们听到很开心 是的 他们听到很开心之余 还会有feedback 就是后来就说 哎 你都不用这么不开心 那我回答 是不是阿婆 我想六十多岁 他说 其实我看到你这段经历 也是一段很开心的经历 只是阿公 阻撓了你们而已 哈哈哈 就是 都会 会有这件事的feedback 另外呢 令到我 很开心的一件事 就是话说 我去讲之前 Lectualer就跟我说 哎 我们这里的学生 就比较被动的 放完个break之后 就是三个小时 放完个break之后 他们点完名 其实很多人都会去走堂的了 就不回来的了 那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可能说下半段 没有人在那里 就是你留得低 对 留得低 其实走了几个 走了三四个学生 如果那些学生 上完半截就走 他就真的没有做自己了 他听了一课 纯粹要满足他 点名 是的 同时他就miss了我下半段 那段故事 其实你那课是交 credit 点名 应该是 其实那个comeback rate 是一个成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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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我想走了几个 可能因为约了女朋友吃饭 如果不去 如果这样 因为为了听说话 然后被扭耳朵 他可能不值得 所以成绩是很好 是的 很好 还要吸引另外一个program的人 走进来听 那么好 是的 我也想不到 所以下次 下次应该还有机会可以再说 很好 是的 是的 你可以再说多一点 那你有没有宣传这个节目 当然有 最好Lectra都有宣传 一开就说 他在一个网台上有讲旅游 那个网台节目叫 《穷游也风流》 但是他没有讲《花生台》 《花生台》 《花生台》我都有补充 是的 我也有补充 是的 那好 下次回来我们正式讲 开始我们今集的题目了 拜拜